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3年林凤娇出生于台湾一个贫困地区 那时林凤娇的家境亦是十分贫苦 她的父母一共孕育了五个孩子 而她就是家中的老二 也正是因为排行老二的原因 林凤娇不得不在六七岁的年纪 就帮助父母照顾家庭 那时林凤娇母亲的收入 就是用奶水来帮助其他家庭喂养小孩 林凤娇就会跟在母亲身后 背过那些已经喂养好的孩子 在林凤娇还在上中学时就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为了补贴家用 她替别人种过田也做过服务生 因为无法平衡学习和工作的时间 林凤娇早早地就选择了辍学 不过十二岁的年纪 林凤娇就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 使得林凤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性格 然而社会是残酷的 长大后的林凤娇因为学历问题寸步难行 社会上许多工作都不需要一个中学还未毕业的人 所以那时的林凤娇只能去歌舞厅做一名伴舞女郎 幸运的是林凤娇长得十分青春靓丽 所以在她18岁那年 她获得了命运女神的眷顾 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1971年 导演王兴磊正准备筹别开拍新电影《潮州怒汉》 但面试过许多女演员都未能找到那个让她心仪的女主 因此王兴磊十分苦恼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兴磊遇见了林凤娇 仅一眼她就拍案决定 让这个女孩来担任她电影的女主角 接到电影邀约的林凤娇受宠若惊 她没想过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机会 能出现在大萤幕之上 为了把握这个机会 林凤娇在拍摄过程中十分努力 虽然从未接触过表演 但是她的表演却具有灵气 导演王兴磊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并且认为这个姑娘是一个可造之才 在拍摄结束后 她赞赏地拍拍林凤娇的肩膀说 你的表演很好 可以尝试做做这一行 听完这话 林凤娇的内心说不心动是假的 电影《潮州怒汉》声音后 林凤娇清纯可人的形象 走进了许多观众的心里 虽然电影没有大火 但是林凤娇却成为了 无数观众心中的梦中情人 王兴磊可谓是林凤娇 在演艺圈之中的引路人 第一次合作结束后 就将林凤娇推荐给夜内其他人 林凤娇也得以正式出道 进入演艺圈的林凤娇 不敢松懈对工作的态度 她从不认为这份工作 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所以她十分珍惜 在当演员的那段时间里 她映然成为了拼命三娘的模样 她的这份敬业程度 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台湾著名导演李行 便是其中一位 1974年 对林凤娇青睐有加的李行 邀请她撤演了新电影 《无徒无名》中的女主角 林凤娇由此开始了自己 文艺片女皇的传奇生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可谓是林凤娇最为出彩的年代 也是她演艺事业的巅峰 在林凤娇从事电影表演的十年间 她拍摄了七十多部电影 仅仅1976年 她就拍摄了二十多部电影 1979年 林凤娇凭借着影片 《此情可问天》 提名第十五届金马奖的 最佳女主角 四年又凭借小城故事 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一时风头无两 让人望尘莫及 在林凤娇事业如日中天时 成龙不过还是一名 寂寂无名的小演员 只不过凭借电影《孝权怪招》 有了些许的名气 但就是这样 在事业还不见起色的成龙 却花边新闻不断 在众多绯闻女偶中 与著名歌星邓丽君相爱的那一段 是让人不得不说的恋情 因为同在美国发展 邓丽君与成龙相识 所谓异国他乡 遇故知 是一件难能可贵之事 在那段时间里 两人相识相知不久之后便相爱 但甜蜜的恋情 只不过维持在相爱的最初 成龙从小就在底层打拼 与邓丽君的生活很是不同 成龙喜欢呼风唤雨的老大生活 而邓丽君只喜欢一个人 安安静静的在一旁看书喝茶 成龙认为邓丽君是一个 很赏心悦目的女孩 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优雅 在与邓丽君分手后 成龙坦言 我不会欣赏他非常讲究的精致生活 他太高贵了 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在错误的时间 相遇的两人注定无法走到一起 两人分手后 成龙的桃花也没断过 一会儿送豪车追迷雪 一会儿又迷恋招曼玉 不一会儿又与向华强的妹妹 向海澜传绯闻 成龙的情史 真是比他的武术经历丰富多了 1981年 成龙与林凤娇在拍摄杂志 《银色世界》时结识 清纯可人 气着婉约的林凤娇 迅速地吸引了成龙的目光 虽然成龙的爱意不曾表露出来 但是已经在心中默默记下这个女孩 而后因为工作原因 林凤娇和成龙来往频繁 交情加深 林凤娇并无武术功底 但常常会接到功夫篇 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 林凤娇私下向成龙请教过 关于拍摄无打息时的注意事项 当时成龙并没有过多回应 林凤娇只好作罢 没曾想 第二日成龙竟带着自己 整个成家班的成员 来到林凤娇所在的片场 指导示范 这时成龙向林凤娇吐露了心声 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 林凤娇显得手足无措 但在成龙的猛烈追求下 林凤娇沦陷了 与成龙恋爱后 林凤娇告诉了身边的好友 但他们都表示不太看好 但深陷恋爱甜蜜之中的林凤娇 却不甚在意 他相信也坚持自己的选择 为了彻底融入成龙的生活 林凤娇开始与成家班的成员接触 因为天生自带的温婉感 成家班的成员十分愿意 和林凤娇这个大嫂接触相处 林凤娇常常会出现在成家班的聚会中 帮成龙照顾好每一个兄弟的感受 偶尔也会购买一些吃得用的 给兄弟们送去 成龙很满意林凤娇 两人感情升温 1982年 林凤娇在结束电影《催花浮雨月》后 告诉成龙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你想不想要 林凤娇是渴望留下这个孩子的 但是他仍旧征求了成龙的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 成龙的内心很是慌张 他从没想过 自己会在这个时候拥有一个孩子 六神无主的成龙 跑去询问了干爹何冠昌的意见 何冠昌对成龙说 生下来 但是要送到美国去代产 随处在事业巅峰期的林凤娇 为了一个男人 放下了所有光环 置身一人远赴重阳 到美国代产生子 然而放下身段委屈求全的林凤娇 并没有让成龙心疼 在一国他乡的日子里 成龙从未去看过他一眼 甚至一通电话的关心都屈指可数 在林凤娇孤单寂寞时 成龙却在国内花天酒地 好不快活 渐渐的林凤娇不再有什么期待 他只愿自己的孩子 能够幸福健康就好 临产前夕 林凤娇终于见到了消失已久的成龙 此时的他全然没有质问他 为什么不来看自己的心情 只是淡淡然地问 孩子父亲的那一栏写谁的名字 林凤娇的语气让成龙一争 但也很快就抛出脑后 他说写成岗生吧 我的圆明 在美国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没有美丽的婚纱 也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成龙甚至连戒指都不曾准备 而是匆匆忙忙从自己的手中 摘下自己戴的戒指 为林凤娇戴上 这一切都与林凤娇想的不同 孩子出生后 成龙也没有过多的关心林凤娇 所有的关心和问候 都给予了自己新出生的孩子 成龙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房祖名 随祖姓 此后的林凤娇一直带着孩子生活在洛杉矶 每个月从成龙那里取得一定的生活费 再无其他 成龙为他们母子配备了一个保姆后 便回国再次消失 在空荡荡的房子中 林凤娇与儿子相依为命 她是脆弱的 但她身为一位母亲 必须在儿子面前展现出坚强 只能在生意里独自哭泣 但是儿子房祖名却辜负了这样的母亲 竟然接触毒品 最终锒铛入狱 让母亲痛苦 1995年 著名邓丽君不幸去世 所有的歌迷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曾经爱过邓丽君的成龙也不例外 那段日子里 成龙常常会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 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邓丽君生前演唱的那首 《我只在乎你》 后来她更是利用技术 与遗失的邓丽君合唱了这首歌 并且汇入到自己的专辑之中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林凤娇自知做不了什么 只能默默陪伴着 内心却十分难受 林凤娇再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成龙故人的葬礼 然而没过多久就再次被送到国外 此时的成龙又开始追求一位名为吴启丽的女性 很不巧 成龙又使吴启丽怀孕 她开始要求成龙给自己一个名分 成龙陷入困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段婚外情很快被狗仔扒出 成龙被卷入舆论中心 远在国外的林凤娇也不能幸免 成龙打通了林凤娇的电话 她如实地告诉林凤娇这件事 林凤娇在电话的另一头说 你不必去解释 也不必去伤害别人 只要你有什么需要 我和儿子一定会站出来支持你 成龙大受感动 她第一次内心对林凤娇产生愧疚 于是成龙迅速召开记者会 表示自己不会与林凤娇离婚 她只有房祖明这一个孩子 并说出了那句经典的渣男语录 我只不过犯了全天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 经过小龙女事件后 成龙对林凤娇放下了戒备 但毕竟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成龙的情史依旧丰富 但唯独不变的一点是 成龙懂得回家 惊喜善张子怡徐静磊 范金索等绯闻女星 在林凤娇面前 终究还是上不了台面 林凤娇稳坐龙嫂的位子 2005年 成龙和古天乐拍摄宝贝计划时 从高处坠下 成龙头部受伤 腿部粉碎性骨折 林凤娇听闻消息后 立刻赶回香港照顾成龙 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再次融化了成龙的心 经历生死后 成龙决定浪子回头 之后的日子里 无论和谁传绯闻 他都会在低时间否认 给林凤娇绝对的安全感和尊重 他决定不再委屈林凤娇母子 将所有的财产都归到了林凤娇名下 他真正的卸下了心中的所有防备 此后的林凤娇 一心一意地陪伴在成龙身边 成龙也感受到了无限爱意 虽仍旧有绯闻传出 但成龙都会迅速出面回应辟谣 并公开表示 林凤娇是他这一辈子认定的人 如今的林凤娇虽作用上亿资产 但仍旧以清新淡雅世人 穿衣打扮不落俗套 不少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 他都会淡淡地笑着说 只要自己心里感到幸福就足够了 他真的太爱成龙了 在这段感情中林凤娇赢了 他用真情换回了成龙的浪子回头 但我依然认为他是个傻女人 为一个看不到未来的感情 独自坚守 如若成龙扎到最后 他的结局能有多好 最终不过是苦了自己而已 只愿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和成龙厮守终生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